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充电 各位晚上好,感谢您关注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今天的主播,尼爸 今晚要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来自苏欣的 你要有善良的心,还要有识人的眼 朋友G自己有一个公司 这些年来苦心经营,效益却并不太好 只勉强运转 他分析了原因,重要的就是手下的人太平庸 大多都是靠关系进来的,根本不能胜任岗位上的工作 几个重要岗位的工作一打折扣 结果就是公司举步维艰 G痛下决心要招聘一批专业化、知识化的人才 优胜劣汰 可正当这时,他一位堂兄领着初中毕业的二儿子 来找G安排工作 G掂量了一下,决定把他安排到车间去 先从学徒宫干起 堂兄当场翻脸 这孩子我从小那么金贵地养着 在家里连地都舍不得让他扫 你竟然让他去干体力活 G一脸苦笑不说话,他堂哥不依不饶 老大不也在你这儿吗?在行政办公室 为什么老二你就安排不了了? 朋友一脸无奈 老大是在行政办公室 可是他能干啥?刚来时让他写个东西看 他对着纸写了一天,连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他在我这儿上班,不就等于白养着吗? 堂哥更不依不饶了 老大你都养了,为什么老二就不行了? G被气得无语,眼睛看着电脑不说话 他堂兄气愤地拉着儿子往外走 哼,有啥了不起的 不就有几块钱吗? 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晚上,G在微信上和我说这件事 觉得心里憋屈 他说 这几年,公司进来很多亲戚 很少有符合岗位要求的 结果呢,导致公司整体提升不上去 我一直与人为善 亲戚朋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结果还是得罪了堂兄 唉,有谁体谅过我的难处啊 我安慰他 你帮他是情分 不帮他是本分 这种没底线的人 你把公司给了他 他或许还觉得公司小呢 G说自己的堂兄就是这样的人 哪个亲戚日子过得好了 不帮他一把 他就会骂人家 好像人家欠他几辈子似的 我说这种人 你帮了也白帮 随便他吧 记得作家婉晴写过 会令你为难的人 本身也不见得有多在乎你 如果一件事情 一开始就令你不舒服 那么越早拒绝越好 任何一种关系的维系 一定是你情我愿 相互体谅 所有勉强自己的行为 都坚持不了太久 就是这样 只有一头尘的关系 肯定走不远 昨天朋友M给我打电话 说他心情很郁闷 问及原因 原来是他的一位高中同学 和他借钱 说当天必须交一套房子的首付款 三日后就有一笔钱到账 一定会还他 就暂时周转一下 其实之前这位同学 就和M借过几次钱 每一次也都是这么说 但从来都没有还过 好在数额不是很大 M一直没好意思追 这一次数额有点大 M言语间稍微怠慢了一些 他同学就不高兴了 说这么大老板 这点小钱还这么磨叽 巴拉巴拉的 说了一堆不嫌不淡的话 M觉得这事挺别扭 就和我念叨念叨 不借吧 同学都没得做 借吧 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人家还觉得理所当然 我笑着说 人家都好几次借钱不还了 你还犹豫要不要再借给他 你这是把自己当公益银行了 对这种拿了人家钱 不知感恩 还理所当然的人 早就该情团一决 你拿他当朋友 他拿你啊 当冤大头了 美国思想家 艾莫生说过 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锋芒 不然就等于零 是的 不是所有向你伸出的手 都必须要拉一把 善良要有底线 大方要有原则 当然 也不是所有伸向你的手 都要一一挡回 简单粗暴地对任何人 任何事都冷漠处置 那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暖 将不复存在 几年前 我老公一位开食品厂的同学 被投诉生产劣质产品 差点出了人命 在调查阶段 公司被查封 很多供应商闻讯而至 拥上门要获款 账上流动资金 一下子运转不过来 同学两口子 急得上蹿下跳 老公和我说 我知道他们不会干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现在正是难关 这个时候 只有钱 才是最真心实意的表达 咱们给他家送一些钱过去 你看行吗 我表示赞成 老公取了一笔钱 给他同学送去 同学感激万分 后来 化验结果出来了 产品没有问题 投诉的人 是吃了别的食品 造成的食物中毒 钱也早就还给我们 两家的关系 更亲密了 与人为善 也需要智慧 善良从来不是烂好心 也不是舍身四郎 更不是对人好的无底线 善良要留给那些 懂得感恩的人 而不是将你的善良 接受得理所当然的人 你要有善良的心 还要有识人的眼 没有原则对人好 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凡事只有先护住自己的人 才有护住其他人的能力 好了 今晚的文章就是这样 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锋芒 也应该有一定的底线 不然是得不到该有的尊重的 好的 今天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我的声音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聚听 相聚的聚 收听的听 当然想要和我有 更进一步的交流 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 WX三个六两个N 好了 今晚就是这样 感谢关注一星期一本书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 祝您晚安 好吗 那个浪好人爱了你 却只能因此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放开你 那个浪好人为了你 对自己够恨没关系 没关系 天使也会迎来 天使也会迎来 唱声 原来爱不应该无止尽的等 那会牵绊你 错过腿的人 我爱不应该无止尽的 最后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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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的风筝 没在一起狂奔 放手了 反而永恒 我是爱着你 那个浪好人爱了你 却只能因此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放开你 那个浪好人为了你 对自己够恨没关系 没关系 天使也会迎来 唱声 我是爱着你 那个浪好人爱了你 却只能因此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我是放开你 我是放开你 那个浪好人为了你 对自己够恨没关系 没关系 天使也会迎来 成熟 成熟 原谅 原谅 我 不错 爱 是 我们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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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